是白天的話這樣真的是很嚇人 剛好走到這裡剛好要下來 不是馬上 對啊 太危險了 天外突然飛來一根大樹幹 直接就插進民宅的屋頂 穿破鐵皮屋讓居民嚇破膽 你看這部又是風又是雨 對啊 我就請他趕快去串領 別的地方先住 大樹幹直接壓到民宅的屋頂 其中一根樹幹不偏不倚 管穿屋頂造成一個大洞 鎖清屋主當時在臥室休息才逃過一劫 這棵樹的上面本身也是 樹根整個已經都腐爛掉了 這長時間我們曾經有 曾經有抱過這邊就是屬於 比較危險的地方 那大概在四年前曾經在 第七四項的七十號 也有發生過類似像這樣子 也是打到那個 李明住戶的屋頂 倒下來的大樹 樹根都已經腐爛掉 加上大雨壓垮民宅屋頂 由於先前也曾經有大樹倒過 壓到民宅 沒想到又再次發生 這裡啊我們之前跟里長有做過會刊 然後他們也是說沒有立即危險 只是對於這個旁邊的雜草 只是做於一些修剪而已 那我要建議市政府跟國有財產署 對於臨近民房的這些 超級大的這種大樹 要定期的修剪 才不會颱風來襲之前 颱風來襲把造成我們這個漢市 大樹壓壞民宅市議員何淑萍 立即通知區公所前來處理 先調派大型機具 將大樹移除 後續將要求市政府 和國有財產局等單位 針對邊坡樹林進行整理 並做好安全維護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